好 当然骑单车有时候也相当危险 在台北市政府呢 虽然做了不少单车牵引道 让民众方便 但是有民众投诉 在台北市中强公园里面的 这个自行车道的墙面呢 最近出现了一整排的钉子 如果是晚上看不清楚 或是两台脚踏车会车的时候 可能就会被钉子给刺伤 非常危险 一定要让自行车来回穿梭 这也是台北市中强公园的自行车道 但这时事往来频繁 但这里可能暗藏危机 车道旁墙面连续好几公尺 墙上一整排钉子向外突出 看到的民众直呼好吓人 像老人家走这一条 或是骑脚踏车 不小心靠过去 当然会扎到啊 对啊 是很危险啊 应该把它弄掉啦 因为这个太不安全了 有民众投诉自己骑探 在这里就是没有注意到 旁边这个钉子 结果不小心就被划伤了 暗灰色的水泥墙壁 数一数近两公尺高的墙面 从头到脚竟然就有 将近二十根的钉子 还深受腐蚀 民众如果依不注意 危险重重 这样车道宽度 仅仅只有两公尺 一个人骑程 倒还好 如果两个人会车 距离没抓好 但这骑士可能就要破皮了 老人家他一定要扶这个手扶梯 他边走的时候 走就这样子划过去 就划到这个 这个钉子了 就受伤了 有这么多的钉子 然后市政府居然都 没有来做处理 为什么原因正在这之后 我们不相信当初的原因 又是怎么样 但是我发现这个设施 可能会影响到民众的 那个行动 把便利跟安全 我们目前大刷 把全部拆除掉了 单车道墙面 整排铁厅是施工瑕疵 还是另有设计巧思 相关单位说不清楚 只要有民众受伤 谁又能负责 也让北市友善单车环境 扣了分 专属黄军车闻台北参谋到 45分之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